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红角色大战黄金军团的故事 年幼的地狱男爵像其他小孩一样 吵闹着让教授讲睡前故事 教授拿出一本古老的书 给他讲了一个有关于木偶军团的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 人类,野兽和所有魔族生物都生活在树神埃格林之下 但是人类的心,天生不会满足,企图征服世界 人类和精灵的战役一触即发 很多的精灵都死于这场战役 精灵助导师为独臂精灵王巴罗 造出一支有4900人组成的黄金军团 他们由一支魔法王冠控制 精灵王只要佩戴王冠便可以所向披靡 黄金军团不值疲惫,征战于沙场 他们没有怜悯之心,世界圣灵涂炭 精灵王十分后悔制造出这样的军团 便将王冠分成了三份 其中的一份交给了人类 并且和人类达成了休战协议 精灵拥有森林,人类拥有城市 黄金军团则被封印在地下 故事结束,小男爵觉得 这绝对不可能只是故事而已 教授于衷心肠地告诉他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 这一切都可能发生 时光飞逝来到了现代 一个阴暗的下水道里 种植一个通身上下都是很白的人 他就是阿达王子 他身手铁杰在下水道里操练着自己的长枪 顺便还饲养着可怕的怪兽 他密谋着不可告人的计划 阿达王子来到曼哈顿的一家拍卖行 顶刻间拍卖行一片漆黑 拍卖会被迫中断 他的出现引起了巨大的骚动 王子是来抢夺王冠的 一直可以制造军团的王冠 他和饲养的怪兽控制了全场 参加拍卖会的人便成了怪兽的盘中餐 此时 长官正在为男爵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感到十分的生气 希望作为他的好朋友的人鱼 可以教育教育他 人鱼不断地为男爵开脱 并且告诉长官 男爵和粒子这一对小夫妻需要磨合 他们去找男爵的路上 就赶上了小连口吵架 男爵暴脾气地将房间走出了一个大洞 离子和男爵吵得不可开交 警报响起 新的任务出现 这才阻止了两个人继续争吵 他们要去处理曼哈顿 截区刚刚发生的那件事情 曼宁长官还是不忘提醒男爵 要低调 甚至拿出了雪茄来贿赂他 男爵答应一定会像一个隐形人一样 不让人发现 他们小心翼翼地进入拍卖行 此时的拍卖行一片漆黑 杂乱不堪 他们很难找到目标人物 人鱼发现 标有荒家标志的母乡 感受到赤齿仙子的存在 他们主要以钙 骨头 皮肤和器官为食 男爵他们之所以在拍卖行找不到任何一个人 就是因为他们全部都被吃光了 拍卖行发生了异动 墙面上出现了裂痕 一只赤齿仙子攻击了坦元 被男爵一把抓住捏个粉碎 紧接着一大群赤齿仙子都飞了过来 开始攻击他们 数量太多 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制止 最终在粒子使用火之后才平息下来 不过男爵也因为火的巨大冲击力 从窗户一跃而下 这下 曼宁长官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男爵彻底在民众面前曝光了 不仅是男爵 人鱼和粒子也曝光在民众面前 电视台蜂拥而至 全世界都知道他们存在 这颗气坏的曼宁长官 阿达王子正在进行着自己的计划 午夜时分 他们来到铁道旁的一座房子里 他是来参加会议的 这是由一个怪兽统治的地方 王子的妹妹阿拉公主也来参加会议 公主的性格完全和他相反 彬彬有礼 男爵还沉浸在自己上电视的喜悦当中 完全没有发现粒子的不对劲 怀来孕的粒子十分的焦躁 他还没有准备好迎接这个小生命 曼宁对于男爵的所作所为十分的生气 告诉他 因为他的鲁莽行动 华盛顿走步派来一名新的探员 男爵却不以为然 王子来找自己的父王 向他倾诉自己的不满 他憎恨人类 对于人类的贪婪 他要消灭他们 想要复活黄金军团统治世界 他的欲望又何尝不大呢 人类的侵占 只不过是他发动战争的一个借口 战争流血不仅仅是人类 还有很多的精灵 也要遭受流亡的悲惨命运 仁慈的老国王 是绝对不会答应王子 发动战争的提议的 他必须维持和平 十分不忍 又果断地下令杀死自己的儿子 王子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决心 和国王的手下发生了激烈的打斗 打斗的过程中意外受伤 他和自己的妹妹心连着心 自己受伤 他的妹妹也会受伤 但是残忍的王子 才不会理会别人 拔出双剑与父王决斗 年外的国王抵挡不住王子的剑 残死在了王子的手下 被仇恨蒙蔽双眼的王子 完全没有理会父亲的死活 急着拿走父亲的半块王冠 将从人类那里抢来王冠 组合在一起 妹妹的手中还有王冠最后一个部分 她不愿看到个个大开杀戒 带着王冠的一部分逃跑了 基地迎来新的成员克拉斯 他是一个满身金属外套 又带着太空外上的一个人形机器 时不时的会从头盔里喷出气体 地狱男爵不太喜欢这个新来的家伙 刚来基地 克拉斯就使用更先进的办法 复活了适时仙子 仙子一复活就嘲笑了男爵 他们从仙子身上获得了更多的信息 这是一种很罕见的切尔语言 小东西是在被怪兽市场给买走的 根据仙子提供的信息 他们动身前往布鲁克林大桥底下的怪兽市场 克拉斯评计自己的聪明材质 很快成为了团宠 大家都忽视了男爵的感受 又遭受的来自世人的嘲讽 变得十分郁闷 丽兹一眼就看穿男爵 是因为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 变得焦躁不安 无心做事 但不得不承认 克拉斯的一些发明确实有用 他们带着克拉斯发明的眼镜 男爵他们躲在角落 刺激进入市场 看到一个老妇人的样子怪兽 正准备退下一只小猫 这让失眸如命的男爵十分气愤 不听克拉斯的指挥前去救小猫 可是那怪兽十分的嚣张 根本不怕男爵 扬言要把他的心给挖出来 可是一物降一物 他们将金丝雀拿了出来 老夫人立马认怂 带着男爵进入了市场 他们无法破解市场的大门 男爵简单粗暴地要求老夫人怪兽开门 结果老夫人这次倒是很有骨气 怎么也不给开门 没有耐心的男爵将其一拳打飞 克拉斯用自己的气体将门打开了 男爵 人鱼和克拉斯他们三个人 一起进入了怪兽市场 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摊位一个挨着一个 有着形形色色的怪兽 他们挑选着自己需要的东西 像人类世界一样 什么都买 进入到这里的男爵 还不忘对粒子介绍情况 但是遭到了克拉斯的警告 让男爵不要因为通讯而暴露身份 在不断寻找的过程中 人鱼无意中找到一个 佩戴皇室图案手环的人 在通知了男爵之后 自己一个人悄悄地跟上那个人 男爵和克拉斯则向一个人询问 关于印章的来历和事实先子 看到印章的怪兽十分地害怕 他们不愿提起 在男爵的恐吓之下 怪兽还是说出了阿达王子买走的精灵 并告诉男爵战争将起的传言 一场针对人类的战争 人鱼跟着那个人来到一家店铺 进一步上前打探消息 而阿达王子的手下 这时也找到了他 这个神秘的人就是阿拉公主 他对殿元看了皇室标志 殿元将一个壮有地图小圈筒交给了公主 地图上记载了黄金军团的所在位置 公主拿到圈筹之后 发现了一直跟踪他的人鱼 一开始他因为人鱼是哥哥的人 在通过对人鱼意识的读取之后 才发现他是一个探员 人鱼也对公主进行了读取 他们双方很快达成了共识 哥哥的手下也在此时赶来了 人鱼让公主先走 自己来善后 但是人鱼毫无还手能力 被怪兽一顿暴走 为了保护公主 还是不断地和怪兽周旋 关键时刻 男爵赶到 救下了人鱼和公主 男爵和怪兽展开了激烈的打斗 身枪体壮的怪兽十分地扛打 无论男爵用什么招数 都可以照单全收 甚至让男爵都招架不住 被对方打掉了一颗牙 在体力上 男爵没有他强 但智商上绝对在下 男爵略视小技 让怪兽的铁拳打向了碾碎机 一下将怪兽卷了进去 男爵杀死怪兽的消息 很快就传开了 一事件传到了王子的耳朵里 克拉斯很是反对男爵戴上公主 可独断穿行的男爵 根本就不听克拉斯的命令 于是和他争吵了起来 这时 阿达王子前来阻止他们 向公主讨要最后一块王冠碎片 在王子劝说无果后 他拿出一个蛋 公主看到这个蛋后 十分的惊慌 当蛋打开 里面有一颗绿色的豆子 男爵看到之后不以为然 豆子寻找到水源之后 从地底下钻了出来 瞬间长成了巨大的藤蔓 公主告诉男爵 这是森林之神 赋予生命也毁灭生命 男爵根本就不怕 开始和森林之神展开救良 在打斗中 顺便救下了一个婴儿 抱着婴儿和森林之神开始周旋 克拉斯在地面对男爵进行指挥 让男爵击中森林之神的头部 只差最后一枪 就可以将森林之神彻底消灭 男爵犹豫了 他不确定这样做是否真的正确 王子再次出现 告诉他 这是最后一个 杀死之后 再也不可能看到这种生物了 他试图劝说男爵加入自己的阵友 但是为了人类 男爵选择杀死森林之神 森林之神将自己的身体化为花草 完成了他最后孕育生命的使命 男爵救下了孩子 却遭到世人的嫌弃 这继续了丽子的愤怒 但男爵异常的平静 默默地牵着丽子的手回家 即使全世界都抛弃男爵 丽子也会永远站在他身边 只是男爵不明在世 为什么他救下人类 人类还要如此惧怕他 其实人们害怕比他强大的东西 因为人类单小而懦弱 公主打开地图 很难寻找到黄金军团的具体位置 人鱼的书籍 使公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也引起了人鱼的主意 两个人有很多的共同爱好 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公主想要离开 他告诉人鱼 因为于哥哥的心灵感应 他会找来的 并很感谢人鱼相信自己 克拉斯和不听命令的男爵吵了起来 结果男爵一不小心 将克拉斯的头盔给打包 克拉斯瞬间给倒下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出轨的门 开开关关 暴揍了男爵一顿 原来是克拉斯操控的 他完全是以气体方式存在的生命 在暴揍了男爵之后 开心地离开 男爵十分郁闷地喝着酒 听到了人鱼房间里传来的歌声 男爵发现人鱼在听情歌 他爱上了公主 两个受情伤的男人 在大晚上听着情歌喝着闷酒 互相素肠 公主感知到哥哥来基地了 他将地图烧毁 王冠碎片藏了起来 男爵和人鱼还没有发现王子的到来 还在讨论着各自的感情 王子找到了公主 从火里将冤头拿了出来 开始找公主藏在书里的王冠碎片 公主敲箱按下警报 喝醉的两个人赶到公主房间时 男爵和王子打了起来 喝醉连路都走不闻 男爵有些自大 在和王子的交锋过程中 屡屡挫败 一不小心被王子刺穿身体倒下了 王子以公主相要挟 要人鱼找到碎片之后 才能解救公主 人鱼为男爵治疗 但发现根本无法拔住 扎在男爵身上的刀片 男爵危在担心 所有人都很伤心 人鱼要为了自己心爱的爱人和朋友 决定和王子正面迎战 丽兹和曼宁长官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为了救男爵 认为应该将碎片交给王子 人鱼找到了公主留下的王冠碎片 和丽兹联手 他们两个带着男爵去找王子 被克拉斯拦了下来 不过他不是来阻止他们的 而是来帮忙的 克拉斯也本在没守成规 和丽兹他们一起行动 拯救所有人 他们开着飞机来到地图所显示的地方 在那里 看到一个没有腿的怪兽 想让他为其引路 怪兽想要男爵心口上的刀片 丽兹说什么也不会给他的 怪兽告诉他们自己认识一个人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到时候刀尖会给他 丽兹欣然同意了 怪兽吹了一声口哨 琴可之间 地面上起来一个巨大的石头人 石头人的身上有着巨大的洞 他们进去之后发现 里面是一个巨大的洞穴 这里就是黄金军团的藏身之地 怪兽带着丽兹和男爵 来找一个长着翅膀的人 靠着骨架支撑全身的怪物 没想到这个怪物知道他们的名字 早就知道会有相见的一天 这个怪物就是死亡天使 是男爵的死亡之神 天使问他是选择世界还是男爵 即使在未来 男爵还是要毁灭世界 丽兹丝毫不犹豫的 还是选择了男爵 天使复活了男爵后就消失了 丽兹呼唤着男爵 告诉他就要当爸爸了 男爵苏醒了过来 充满了斗志 拿到刀片的怪兽 为他们带路 吩咐他们 黄金军团绝对不能复活 他们四个人找到王子 人鱼一心显救公主 直接将碎片交给了王子 王官拼凑完整 黄金军团复活 他根本就没有恢复公主自由的想法 男爵他们和黄金军团开打 尽管男爵身受敏捷 但面对军团也无济于事 克拉斯则化作一礼院 进入黄金战士的身体里 注入灵魂 进入黄金战士的身体 与其他士兵开打 男爵也分立于其他士兵打斗 只见一个月士兵 被他们拆的四分五裂 全部倒地 可是没过多久 这些士兵就会突然站起来 恢复如初 王子决定和男爵一决胜负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两个人你一刀 我一剑的互相打斗 男爵没伤他分毫 公主的身上就会出现同样的伤痕 这也让人鱼十分的揪心 男爵将王子支付 并承诺绝不会杀死他 但金钱缴杀的王子表面上答应了 却在背后捅了刀子 因为王子和公主的生命是相连的 公主为了拯救人类 将刀捅向了自己 人鱼十分的同心 将自己的感情告诉公主 不用说出来 他们的心意就可以互通 公主知道了人鱼深深爱着他 王子也死去了 临死前告诉男爵 人类终将将你抛弃 最后 莉子用烈火将罪恶的王冠烧毁 化成一滩金水 随之 黄金军团再次沉睡 电影到此告一登录 本片是美国奇幻电影 地狱男爵的后续之作 地狱男爵2 黄金军团 地狱男爵虽然身为魔 却拥有人性 虽然并不温柔 却十分善良 虽然长相怪异 却十分勇敢 这是一部非常喜欢的电影 老油条我十分推荐本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